第八集 可以仔细看看 汪淼翻了翻手中的 这些份遗书的复印件 几乎都是长篇大轮 定一博士 你能否把杨东的遗书 给王教授看一下 他的遗书写得最简短 也最具有概括性 那个被称作丁怡博士的人 一直低着头 这手 掏出一只白色的新风来 隔着桌子 递给了汪淼 一旁的大使 低声地介绍 二阳东的男朋友 汪淼这才想起 自己在高能加速器的工地上 是见过这个丁怡的 他是理论组的成员 这名物理学家 因为在对球状闪电的研究当中 发现了红原子 而闻名于世 汪淼从丁怡递过来的 这只信封里 抽出了一片 散发着清香 形状不规则的白画树品 上面写着一行 绢绣的字迹 一切的一切 都倒向这样一个结果 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将来 也不会存在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别无选择 连落款都没些 物理学 不存在 汪淼茫然死骨 常伟司将军 合上了手中的文件夹 有一些相关的具体信息 和世界上三台新的高能加速器 建成之后 取得的实验结果有关 很专业 我们就不在这里探讨了 我们首先要调查的 是科学边界学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2005年定为世界物理年 这个组织 就是在这一年的国际物理学界 频繁的学术会议 和交流活动当中 逐渐诞生的 是一个松散的 国际性学术组织 丁博士 您是理论物理专业的 能进一步介绍一下 这个组织的情况吗 丁怡点了点头 我跟科学边界 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 不过 这个组织在学术界很有名 它的宗旨是 从上个世纪的下半页以来 物理学古典理论当中的 简洁有力 便渐渐地消失了 理论图像 变得越来越复杂 模糊和不确定 实验验证 也越来越难 这标志着 物理学的前沿探索 似乎是遇到了 很大的阻碍和困难 这个科学边界组织 试图开辟一条 新的思维途径 简单说 就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 找出科学的局限性 试图确定 科学对自然界的认知 在深度和精度上 是不是存在着一条底线 底线之下 是科学进入不了的 他们认为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 似乎隐隐约约地 触碰到这条底线了 很好 常伟司将军点了点头 据我们了解 这些自杀的学者们 大部分都跟这个科学边界组织 有过联系 有些人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但是 没有发现诸如 邪教精神控制 或是使用违禁药物 这类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 即使科学边界组织 对这些自杀了的学者 产生过影响 也是通过合法的学术交流途径 来实现的 王教授 他们最近与您有过联系 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大使人扭过头来 冲着汪淼粗声粗气地说道 包括你联系的 人的姓名 见面地点 时间 谈话内容 如果交换过文字资料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大使 常委司将军 立声喝止了使枪 不知声没人难得哑吧 旁边的一位警官 探过身来 也低声地呵斥着的 使枪一杠脖子 抬手端起桌上的茶杯 一看到里面 刚刚自己扔进去的烟头 就又咚的一声 把杯子放下了 这个大使 再一次让汪淼 像是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刚刚的那一丝感激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 回答了长将军的提问 我跟科学边界的接触 是从认识沈玉飞开始的 他是一名日籍华裔物理学家 现在在为一家日子公司工作 就住在本市 沈玉飞曾经在三菱电机的一家实验室 从事过纳米材料的研究 我们是在今年年初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 通过它 我又认识了几位物理专业的朋友 都是科学边界的成员 国内国外的都有 和他们的交往时 我们谈的都是一些 怎么说呢 很 很终极的问题 主要的就是丁博士刚才提到的 科学底线的问题 一开始 我对这些问题没什么兴趣 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我是搞应用研究的 在这方面的水平不高 主要是听他们讨论 那些人的思想都很深刻 观点也很新颖 我感觉 同他们交流之后 思维开阔了许多 借鉴的 就越来越投入了 但是 我们讨论的话题也仅限于此 都是天马行空式的纯理论 没什么特别的 他们曾经邀请过我 加入科学边界组织 但如果那样的话 参加这些研讨会 就会变成一项义务 我因为精力有限 就蜿蜒谢绝了 王教授 我们希望您 接受他们的邀请 加入这个科学边界学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 请您来的主要目的 我们希望 能通过您这个渠道 得到一些 关于这个组织的内部信息 您是说 让我去做卧底 汪淼很有些不安 卧底 大使大消了起来 常委司将军 责怪的看了他一眼 又重新 看向汪淼 只是提供一些情况 我们也没有别的渠道 汪淼摇了摇头 对不起 首长 我不能干这种事 汪教授 科学边界组织 是一个由国际 顶尖学者构成的组织 对他的调查 是一件极其复杂 和敏感的事 我们真的是如履薄冰 没有知识界的帮助 我们将寸步难行 所以才提出了这个唐突的要求 希望您能理解 当然 我们也会尊重您的意愿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我 工作很忙 的确是没有时间 常委司将军点了点头 好吧 王教授 那我们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 谢谢您能来参加这次会议 汪淼愣了几秒钟 才听明白 自己是该离开这里了 常委司将军 礼貌地把汪教授 送到了会议室的门口 坐在后面的大使 忽然大声地说了一句 这样挺好啊 我压根就不同意这个方案 已经有那么多的书呆子 寻了短见 让这位去 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我们要立刻反身走了回去 回到了大使的身旁之后 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你这么说话 实在是不像一名合格的警官 我本来就不是 那些学者们的自杀原因 还没有搞清楚 你不该用这种口气谈论他们 他们用智慧为人类社会 做出的贡献 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 你是说 他们比我强 大使靠在椅子上 仰头看着汪淼 我总不至于听人家忽悠几句 就去寻短见的呀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归 总得对您的安全负责吧 石墙看着汪淼 又露出了他那招牌似的傻笑 即便遭遇了那种情况 我也会比你安全得多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的鉴别能力 是跟他的知识成正比的 那可不见得 像您这样的 大使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 也从这里出去好了 常伟司将军 林医生的何持绰 没关系 让他说 孟淼随即就转向了常将军 我改主意了 决定按您的意思 加入科学边界组织 中国史诗科幻 三天 三天 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直播 契鹅艾腾出品 好啊 进去之后机灵点 有些事顺手就能做 比如 描一眼他们的电脑啊 寄个邮件地址 或者网址什么的 够了 你误会了 我不是去做卧底 只是想证明你的无知和愚蠢 如果您过段时间还活着 那自然就证明了 不过恐怕 石枪仰着头 傻小变成了宁小 我当然会一直活下去 但是不想再见到你这好人了 常伟司将军 一直把汪苗送下了楼梯 又安排车子送的 道别时 还特地解释了一番 史强就那脾气 其实他是一名 很有经验的刑警 和反恐专家 二十多年前 他曾经是我属下连队里的 一名战士 走到车子跟前时 常将军再次看下汪苗 汪教授 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吧 刚才你说的那些 与军方有什么关系 战争与军方当然有关系 汪苗再一次迷惑地 望向四周围 春光明媚的一切 可是战争在哪儿 现在全世界一处热点地区都没有 应该算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了 常伟司将军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高深莫测的消忆 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的 所有人都会知道 汪教授 你的人生当中 经历过重大的变故吗 这种变故 突然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对你来说 全世界在一夜之间 变得完全不同了 没有 那你的生活就是一种偶然 世界上有这么多变幻莫测的因素 你的人生 却没遇到过什么变故 汪苗想了半天 还是没明白 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吗 那么大部分人的人生 就也都是偶然而已 可多少代人 都是这么平平淡淡地过来的呀 都是偶然 汪苗摇了摇头 笑了起来 得承认今天 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 您这岂不是说 是的 整个人类历史 也是偶然 从石器时代到今天 都没有发生过 什么重大的变故 真是幸运 但既然是幸运 就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现在我告诉你 都结束了 做好思想准备吧 汪苗摇 汪苗还想继续追问 但是 一样的 不是我 我是去接丁博士的 汪苗摇的心中就是一栋 就向司机打听了一下 丁怡博士的住处 司机告诉给了他 于是 当天晚上 汪苗摇就去找丁怡 推开丁家 崭新的三居室的房门 汪苗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他看到 丁博士正躺在沙发上 开着电视 双眼 却望着天花板 汪苗摇打量了一下轴尾 房子还没怎么装修 也没什么家具 宽大的客厅 显得空空荡荡的 最显眼的 是客厅一角 摆放的一张 台球桌 对于汪苗的不请自来 丁怡博士 倒是没表现出反感来 显然 他也想找人说说话 这套房子是三个月前买的 我买房子干什么 难道他真的会回来吗 丁怡带着醉意 笑着摇了摇头 你们 汪苗很想知道 杨东生活当中的一切 但却又不知该从何问起 他就像是一颗星星 总是那么遥远 能照到我身上的光 总是冷的 丁怡走到窗前 看向夜空 像是在寻找那颗 已经逝去了的星星 汪苗也沉默了 很奇怪 他现在非常想听一听 杨东的声音 一年前 那个夕阳夕下的时刻 他 同他对视的那个瞬间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杨东的声音 丁怡一挥手 像是要赶走什么似的 王教授 你是对的 别跟军方和警方纠缠了一块 那就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 那些物理学家的自杀 跟那个什么科学边界组织 没有关系 我跟他们解释过 可是解释不清 他们 好像也做过一些调查 是 而且这种调查 还是全球范围的 那他们也应该知道 其中两名自杀者 跟科学边界组织 没有任何的来往 包括 杨东 丁怡一说出未婚妻名字的时候 显得很迟离 弟 你也知道 我现在也卷进这件事里来了 所以 关于是杨东 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我很想知道 我想 你一定也知道一些吧 汪妙奔拙地解释着 试图掩盖自己 真正的心机